主席張署長還有陳局長 本院各位通人 大家好 是一期啦 請張署長跟陳局長 請張署長跟陳局長 兩位辛苦 就你們剛剛兩位的答詢 基本上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與其我們今天的 這個重點都擺在 到底要跟哪一個國家進行交易 或是說我們做的減量可不可以拿出去交易 等等 因為我看到署長你準備的資料 第五頁的這個圖 我想要了解就是說 我們到底做了多少 就是說你這個圖裡面 有包括植樹造林 有包括住商減量 有包括工業減量 有包括交通減量 是不是 現在就是說我發現 我們這個政府的這個各部門 都是看到別的部門應該要做的 好比說我們環保署是看到就是說 我們要去做這個環境 要求工業局應該要做到怎麼樣的努力 好 好署長 對不對 好我們環保署我就說 從剛剛的答詢 或是從媒體上 我知道你們常常都是看到工業局應該要做的 好 那工業局呢 也希望這個事情由環保署來領軍啊 但是呢你看看你的圖裡面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們應該要做的 有些委員也講 我們不要去考量到 這個 京都議定書的規定與否 本身屬於 我們國家就應該要做的啊 好比說交通的減量 好比說這個直樹造林 住商的減量 這個都應該要做的嘛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做這部分我們到底做的多少 不只是檢量 這個在溫室氣體檢量法都提到 那我們環保署預備的工作 也在我上任之後 我就要求空保處積極進行 包括我們也跟交通部 叫人工要怎麼處理 我甚至於還跟台北市政府 是不是所有的機車 一進台北市就要收費 這些我們都考量過 對對對 你剛剛齁 用了兩個字 就是我要表達的 第一個就是考量 就是預定要做的 未來的這個溫室氣體 什麼減量的這個法要做的 我現在不是在問這個東西 不是談紙上談兵的東西 我是說我們署裡面啊 就是說張署長你是環保的這個 先行者 也是個大學的教授 我想社會對你都很敬重 也許你來主導這個環保署啊 事務性的工作 也許比以往的這個署長 都做得要來做得好 但是呢社會 好比說我們這個委員會關注的 二氧化碳的這個減量的這個計畫 在政策面方面 在還沒有談到法律的問題 我們政策面你進來之後 到底 制定了哪些不同的 或是說你已經執行的 哪些一些成績出來 我們政策面能夠做的其實蠻有限的 第一個我們就是用鼓勵用生殖柴油 那我們也希望所有的這個用LPG 因為它的這個功率會高一點等等 這個是我們環保署可以做的 現在這個問題就在哪裡就是說 就是說齁 就是我們環保署 沒有齁利用本身的這個職權 去影響行政院 或是行政院再去要求其他的部會 去執行其他的這個 去執行這些東西 他比如說植樹造林 植樹造林 這是你的資料 我剛剛看這幾個圖 我就想說 這個植樹造林 既然這麼重要 列為你的圖的第一個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做呢 現在就可以做了 或是說交通減量 剛剛郭榮忠郭委員也講了 那個 我們環保署 我等一下齁 我簡單講就是剛剛張理事長講的 就是說 你車子如果在等人 除非你在行走 要不然你就要熄火 是不是 這個很簡單就可以做的啊 那你看我們這個委員會 談這個京都議定書的 二氧化湯的這個 減量喔 看談多久了 我沒有看到我們書裡面啊 就生活上 可以馬上立舉去做了 或是灌輸老百姓 這種概念的 沒有啊 這部分也許你的處長跟你講 你看看他跟你講什麼 我還要求我們處長就是 全民的減量啊 那些措施都要啊 都要進行 包括這個 IDOL的時候 怎麼把它熄火 那現在台南市政府 他也啊 積極在做一個示範的 啊這些啊計畫 那我們環保署 針對做造林啊 譬如講 我們利用空污會啊 對於乳落地以及 這個 我知道也許你們有做 成績呢 啊這個要看有多少個面積啊 有多餘的 讓讓 來來請處長來 我跟委員報告啊 這個 我們環保署在推動CO2 有幾個層面 第一個就是環評裡面 它會有一個CO2的一個審查的一個一個草案 第二個就是署長來了以後 就是要我們推動的 CO2的這個 在這個整個的溫室氣體減量 進度運動所議定的一個推動方案 這個是由行政院啊 由何政委這邊來主導 然後各部會來執行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現在的全民減量運動 它是由那個永續會的執行長林錫耀 黎政委來負責 那麼我們現在那個全民減量運動 分的給衛生署 內政部這個這個所有各部會 都有他推動的那個全民減量的這個 他的工作項目 我們在12月啊 會召開一個今年度的全民減量推動的一個成效 那我們會讓這個社會來公平我們今年 那個包括了這個我們省店 包括了我們採用 大家鼓勵大家用捷運 然後包括我們鼓勵大家騎腳踏車 還有我們這個 將來對於這個低污染的車子的使用 那我想這個整個的部分 環保署還有一個是全民減量運動 我們也辦了很多活動 那麼希望讓這個中小學生 然後讓我們的社會團體來參與 我想這個全民減量運動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仿造加拿大 我們一戶為單位 希望說至少個人的話 一年能夠減到 這還沒有開始嗎 已經開始了 已經開始在做了 已經在做了 我們也網站上也都有各種的這個 創意的措施 已經在做了 像我每天看報紙都沒有看到這個消息 我在補充 因為報紙它只會爆料政治鬥爭的 對環保它不關心 電視為什麼都沒有 其實我們要求所有的中央部會的氣溫 要set在27度 但是執行最差的是立法院 這個應該是立法院院長 黃金平王院長要聽的 就是說 我現在就是說 如果像這麼重要的事情 那麼媒體也沒有報導到 那你們就要去加油 因為人民接受訊息就來自這裡 好 謝謝 我們也要求說是 四樓以下的電梯不要動 就是不停 但是也沒有幾個部會 願意來執行 包括我們也要求使用 綠色標章的產品 環保署有沒有這樣做 四樓電梯有沒有在動 四樓以下 我們只有讓殘障的 只有讓殘障的人使用 這樣嗎 我會去抽槽喔 蛤 真的是這樣子嗎 是 電梯是隔樓 不停 蛤 然後四樓以上的 四樓以上的 這個是 也分開 還比說王建民回來 或是誰回來 對不對 環保大使啊 就 來爬樓梯運動啊 你們都沒有去用腦筋吧 蛤 是不是 所以我是說齁 像垂手可得了 馬上可以立即做了 沒有做啊 或是說我們沒有看到你們做 也許你們有做 我們沒有看到 如果說立法院的委員 都沒有看到你們做 那老百姓怎麼會看得到呢 老百姓看不到的話 那你們的效果就打折扣了 好啊我們會用一些短片來宣導 是 我是說你們真的要馬上去做 啊那個局長 這個工業減量齁 這部分你們的距離的計畫是什麼 就是張署長 畫了這個圖裡面啊 是不是 他就畫了四個而已啊 直樹造林 馬上就可以做了啊 交通減量這馬上可以做了 住商減量也馬上可以做了 是不是 這跟其他國家都沒有關係嘛 工業減量也是馬上可以做的嘛 是不是 那這部分你們做的怎麼樣 謝謝賴委員 我簡單的提一下 在經濟部這邊 兩大塊 一大塊是能源的部分 能源的部分大概過去這麼多 差不多可能有十年左右的時間 其實增加很多燃氣的 同樣是火力 同樣是火力化電 但是燃氣的增加比例增加很多 因為燃氣算是比較乾淨的能源 它的排用二氧化碳也比較少 它的污染也比較少 那這個在能源的結構上 實際上是有相當明顯的改變 那這個改變 我們也付出一些代價 因為這個發電的成本是比較高的 這是第一大塊 那第二大塊就是工業部門的 那工業部門的減量 那工業部門的減量 我們是針對 我們有有兩百個大戶 兩百個大戶 我們基本上目前已經做在 在執行中的就是做盤查 就是你的到底排放量是多少 要有個精準的算出來 那這個算出來 將來假如我們那個 溫室系列減量法通過以後 這個是一個管考的基準 那他假如現在能夠做改進 這樣這個改進的部分 就算他的他的跡象 那這個已經在做準備 那個盤查的工作之外 就是也做 我們有一直多少年來 都有這個結業能源 或者是減量的這個 污染防治的服務團 來協助他們來做減量的工作 從製程的改變 一直到他所有的這些 這些生產的流程 怎麼樣的減少 我想也許你們也做了很多 是 但是我也希望你們應該有一個 成績的這個考核 對不對 你不常說你都做很多 結果到底減多少也不知道 你應該有逐年 其實我們有一些報告 其實可以送給前委員來指教 你如果提出這樣的成績出來 我相信委員或是環保署 大家都會很認同啊 是不是 就沒有嘛 你們兩個報告來 都是說 你們打算要怎麼做 然後或者說你們考量要怎麼樣做 這個都 沒有什麼特別實質的意義 因為那個福島 剩下一分鐘 局長我請教你另外一個問題 這也是我們切身之痛 像台南市的二人溪啦 或者是這個安順的工業區啦 等等 不是 就是工業區 像台南縣的一些工業區 或是台南市的工業區 排水呢 污染到 我們這個嘉蘭大郡 或是二人溪 那這個水喔 很髒嘛 也都是知道說 工業排出來的 工廠排出來的 你們有沒有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跟歷任的工業區局長都講過 你那時候還沒有當局長的時候 我好像記得在經濟委員會 我也跟你談到這個問題 你現在已經當局長了 這個有沒有辦法解決 跟大臣報告 那個工業區 我們現在工業區裡面有39個污水處理場 所以工業區最大的責任就是 把這三個污水處理場 一定要處理好以後才能排放 那這個是基本上最基本的工作 他偷排的東西 那另外就是說工業區裡面有少數的大廠 它量比較大 它自己給我們處理的話 它成本太高 所以它自己處理 那這個處理的部分 那個是 連工業區裡面也是由環保署來管制 不是環保署 地方環保這個環保局來管制 那區外的部分也是環保局來管制 所以工業區做的工作是去輔導它改善 從製程方面來輔導它改善 那取締的部分是環保體系來管理 所以大包含 其實你們應該要 分公司這樣沒錯 你們應該要合作 要合作 因為工業區裡面比較了解 你這個 工業區推給環保署 環保署說是工業區 跟老委員報告一句話 到現在都一直 我們最近跟環保 地方環保局有一個協議 就是說 我們工業區看到廠商 看起來有問題 有拖牌 有拖牌問題的時候 我們只能有告發權 那告發權 得到告發到環保局 環保局來看的時候 已經都抓不到了 那這個時候 我們現在跟環保局在談 就是我們直接來做取締 我們直接來做取締 我們直接來做取締的工作 已經在協調 時間已經結束了 謝謝 謝謝 好謝謝賴清德委員 謝謝署長 跟陳局長 好接著我們請田秋